那繼續我們要趕緊帶你來看 這是連巴菲特都尊敬的人 他現在在天上 但是他在生前講的話 哎呀現在好像要真的成真 蒙格波克夏的前副董事長 好他怎麼講 他曾經這樣說 那個時候你都沒有把他放心上 你覺得離我們很遙遠 沒什麼事 但他這樣說 他說商用地產恐怕要崩盤了 好那對台灣人來講 你會覺得美國的商用地產 離我們很遙遠對不對 但是如果他釀成金融危機 哇那影響是全球性的 到底有多嚴重呢 問問國正哥 這可能是美國二零零八年金融危機以來 次代危機以來最大的一趟金融風暴 當然是房地產的危機 可能會導致成為金融風暴 那他起點其實是疫情 二零二零年的疫情 其實改變了美國人 很多的生活行為 那其中有一項就是混合辦公 遠距辦公 有三成的美國 現在其實還維持在遠距辦公 就不用去辦公室上班 在家裡就可以 混合式辦公 那有八成的求職者要求 他的僱主說 我以後也要混合辦公 所以混合辦公 遠距三班 這件事情就回不去了 那回不去跟我們股票市場 金融市場有什麼關係呢 那回不去之後 就沒有人要去訂商業 不動產 就像我們租辦公大樓一樣 很多辦公大樓就空下來 現在甚至連辦哈頓的一些辦公大樓 商棟以前幾十層樓都有七八成是空的 那空了就會造成什麼事情 因為不動產 這些辦公大樓全部就開始租金 就往下掉 然後價格就往下掉 所以租金掉了三十五趴 價格跌了超過一兆美金 那一兆美金掉下來之後 接下來就發生什麼事情 這些收不到租金 我當然就不願意還貸款 你也知道美國其實什麼東西都有貸款 有什麼東西都有給抵押 給銀行 那這就是盟國最擔心的地方 從不動產變成一大堆的商業銀行持有 這些貸款 然後這些貸款還不出來 今年有九千兩百多億美金會到期 其中有兩千七百億美金 其實是從去年延到現在的 所以盟國其實早就看得到 所以這一大堆爛攤子到最後 是商業銀行要通通接盤 對 所以現在美國算出來 大概這些不動 傷動的不動產的不良貸款 已經高達百分之四十四了 那這些錢還不出來之後就欠給誰 把再丟給銀行 所以上禮拜就發生一件事情 紐約社區銀行的股價暴跌 承認他的虧損擴大十倍 CEO乾脆直接走人 股價跌了二十五趴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看美國 我們看到台股上兩萬點 其實你要小心一件事情 扣掉科技七巨頭 其實S&P是沒有漲的 美國大多數股票 銀行股是充滿了地雷 那這個雷有多大 我們來講 紐約社區銀行只有一家嗎 四股銀行只有一家 所以曝顯超過三百趴 就是他貸出去給不動產的 商業不動產的 佔他銀行的總資產的 超過三百趴叫做危險等級 對 有多少 如果是三百趴以內 就是安全範圍 安全範圍只有百分之四十二 將近六成其實是貸超過三百趴 六成是危險的 六成是高 將近六成是 高曝險的 對 商洞高曝險 那我們來再問一個問題 那跟紐約社區銀行 矽谷銀行 同等級的曝險很多了 超過五百趴了 就借出去不良貸款給商洞了 有五百趴了 有多少 有四百三十三家 也就是說有四百三十三家的 紐約銀行可能會爆雷 這就是盟格擔心的事情 有一大堆商業銀行 爆了一大堆 沒有人要的房商 這種不動產 辦公室這些人 可能都可能會倒閉 那這個現象 當然盟格看到了 做空機構也看到 所以做空機構就開始 拿著錢去放空 所以美國不是所有的股票都在漲 只有科技七巨頭在漲 大家要記得這件事情 那雷可能就在這個地方 那放空之後 他就發現 就剛剛我講的嘛 混水機構就會看到 連黑石集團都有機可蹭 因為不只是銀行有不良貸傳 還有很多瑞子 因為你持有瑞子 還有一些相關的債券 都可能會被K到 所以混水就開始放空 黑石旗下 在紐約辦阿頓的不動產 瑞子 很多基金裡面 也會有這種商用不動產的商品 他就開始去放空他 因為我等著他雷要爆 你一定會爆雷 因為所以他就開始做空這些東西 所以變成是 不動產的瑞子會有人放空 商業銀行會有人放空 你看有433家標的多得很 矽谷銀行 紐約社區銀行 隨時都可能會爆出來 就是大家最怕紐約的 美國的商辦的 所造成的所謂金融風暴 來看下一頁 那為什麼問題會這麼嚴重 就是回到我們剛才講的 這場疫情改變了 人很多的生活型態 美國大家都變成遠距辦公 而且甚至有些跨國辦公 之前在這裡也講過 所以超多的人 其實都不用辦公室的 辦公室就大量的閒置出來 你看閒置有大量這19.6 創下史上的歷史新高 再來是求職者也希望說 雇主你不用再給我那個辦公室了 我現在喜歡到處辦公 所以咖啡廳拿一個 美國出現一個狀況 其實美國住宅市場是一直還不錯 一直好轉的 是商動在往下的 所以如果我說這是2008 世代以來最大的房地產危機 其實不太精準 應該是商動不動產 因為住宅市場還不錯 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呆帳 那再去算這個金額 這些空租率到底有多大 其實再把坪數換完之後 發現是470棟的台北101 美國閒置了470棟101的空間 商動沒有人要嘛 大家不租嘛 所以你要把這些消化完 要消化多久 對不起要16年 如果用這個趨勢 要消化16年 所以當然大家會發現 你這個棟永遠補不了 所以你一定有機會放空它 所以下個雷隨時都會爆出來 當然它會不會造成 很嚴重的系統風暴 因為它畢竟只是 其實只是美國的房地產的一部分 所以有些樂觀的人說葉倫 例如葉倫說還不用緊張 它不會衍生成為系統風暴 因為濟進它只是商動一部分 但是大家還是擔心說 美國降息的速度 如果不夠快的話 這個雷還是會爆出來 早晚會發生 所以這是大家都看得見的 黑犀牛其實從來沒有變小過 所以對股市來講 它永遠都可能會發生 可能會爆發 對 所以大家放心上 這是應該會發生的事情 因為整個人的一個習慣 工作習慣的一個逆轉 現在看起來是回不去了 因為疫情